嗨,大家好,我是阿丹,欢迎收看今天书一步步 这个月呢,相信大家都沐浴在 熊帝公司跟妈祖司的庆典当中 但是你知道吗 三月份呢,还有一位神明的生日也是很重要的哦 这跟我们今天的主题 九珠十六阳可是息息相关哦 奴隶三月十九日,回太阳宫的生日 同时也是明朝 最后一位皇帝,崇禎皇帝的忌日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闯王李之城宫县京城 崇禎皇帝不愿受入而致溢于眉山 后世为了缅怀,但又怕得罪于满清 于是假托崇禎皇帝的忌日为太阳宫的生日 准备了九珠十六阳来祭祀 为什么叫做九珠十六阳呢 这个珠呢,就是等同于明朝的国姓租源上的珠 所以九珠就等同于旧珠或者是九珠 旧珠就是拯救明朝反清复明的意思 而九珠呢,就意味着希望明朝能够长长久久 羊呢,就等同于太阳的羊 又同于明 十六,意味着明朝有十六位皇帝 所以九珠十六阳,其实就是在隐明御羊 这项文化呢,现在还在府城,还保留着 府城人呢,在这一天会准备九珠十六阳 以及其他的供品来祭拜太阳宫 比较特别的呢,是这些供品之中呢 会有没有冲泡的茶叶 这是象征着太阳干燥的特性 而九珠十六阳呢,倒也不是真的是说 九制珠跟十六制阳 而是用糕炳来制作珠跟阳的造型来取代 并且当成供品来祭拜 除了像是天坛、开祭玉皇宫、开祭三冠庙 等有奉寺太阳宫今生的庙宇会祭拜之外呢 其他没有的,像是开祭五庙 也会在早上设香案朝东方祭拜 水仙宫市场内的市场摊贩呢 也会在这一天一同来祭拜太阳宫 若想常常九珠十六阳高饼的呢 可以前去天新宣宿时喜宾 行永珍丙铺、宝来香、丙铺等等去询问 而今呢,其实也不一定要在太阳宫生日的前夕 才品尝得到或开得到这些高饼 其实据宝来香的铺铺老板说呢 即使只要神明的生日呢 其实也都会有民众前来跟他们定制 那他们也会依情况着亮制作 而这些高饼呢,其实还有分原味、绿豆、凤片等等口味 太阳宫的生日就快到了 你也想体验看看九珠十六阳的文化吗 现在马上一步做出走到府城吧